日本動漫鬼滅之刃電影 去年年底席卷全球 取代美國電影天能 打入全年全球票房榜第四位 加上最近掀起熱潮的短片 天竺鼠車車 令世界重新聚焦利潤豐厚的日本動漫行業 全球累計收益最高的卡通動漫 到來自由日本創作的寵物小精靈和Hello Kitty 分別以921億美元和800億美元 外列榜首和第二名 另押美國卡通動漫龍頭迪士尼 創作的小熊維尼和米奇老鼠 頭10名有5名是日本創作 分別還有麵包超人和超級馬尼歐 2016年李迪明自取得空前成功後 觸發跨媒體合作 成為日本動漫進一步邁向全球的幕後推手 日本動漫一改過往專注漫畫和周邊產品的營運方式 將重心放在影視作品之上 連由動畫大師宮崎晉創辦 一向對產品保護意識強的《吉保力工作室》 都和另一串流平台HBO Max達成合作協議 分析認為日本本土市場萎縮 動漫市場增長必須依賴國外市場 根據中信利昂的數據 目前接近一半的動漫收入是來自海外 串流平台亦都在動漫強勁收入一嘗甜頭之後 加大引入日本動漫元素 作為動畫版鬼滅之刃的幕後老闆 高盛估計Sony的動畫部門 去年透過動漫知識版權 帶來的經營利潤達到11億美元 由消費電子龍頭退場的Sony 亦都決定迫將海外動畫事業 將作為其中一項重點業務 更加大舉斥資12億美元 收購電信商AT&T旗下的動漫媒體 串流平台Crunchy Road Netflix、Amazon Prime等 亦都將過往僅限日本本地市場的動漫 授權全球市場放映 日本動漫能否站穩全球主流 仍然存在爭議 市場人士認為 出兆本地市場既不可失 動漫製造商未來將會走向兩極 無可否認的是 日本動漫周邊產品 正以不同形式 攻陷大眾的日常生活 反映這個商業模式成功 令迪士尼和Netflix 都要借鏡向日本企業取經 次回到市場 都要借鏡向日本企業取經 都要借鏡向日本企業取經